大家好,我是大師 這集的影片來開箱Adify R1280db 哪怕還是建議大家去現場視聽會比較準 那以Adify入門的這款R1280db呢 個人聽下來比較注重於低音的部分 那加上我自己也比較喜歡低音帶來的氛圍 就選擇了這一款 而Adify R1380db呢 相較於R1280db 人聲跟高頻的部分會比較好 那個時候我是用三星S20 Plus 去接電家的喇叭試聽的 用的歌曲呢 是86不存在的戰區 那連結我放在下面 我可以放在這裡 其實在這裡 一開始說明是因為 你不想說明是有趣的 你也不想說明是在這段時間 你不想說明是有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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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想說明是不想說明是有趣的 附的光纖線效果不太好 那你真的要用光纖線的話 建議自己再去買一條好的 不然用附的RCA的線也夠了 看! 搞什麼東西? 這幾乎! 想看! 打開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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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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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